2018世界大学棒球锦标赛最后一天 上午同牌战 韩国以7比4击败美国 拿下本届师大棒季军 晚间金牌战由全胜的日本队 强碰地主中华队 中华队虽在二局上靠着保送吉安打先持得点 但未能把握创造大局机会 加上中华队投手魏硕成 刘玄达联手依然无法压制日本队打线 五局结束 中华队以1比6战时落后 日本队在八局下半开启另一波攻势 再添两分 以8比1大幅领先 中华队在酒上展现任性 吹齐反攻号角 靠着安打击对手失误最后两分 可惜未能逆转战局 中场以3比8吞败 让日本拿下四大棒手冠 今天直球或者变弯球有时候偏高 然后变弯球没有赢又大 两五球之后 日本的打者就会变比较小心一点 击到球的感觉那样子 就是很难缠这样子 首先我认为赢得到赢得很高 但是在这场游战开始 我认为赢得到台湾的勢力 所以我感到害怕 2018世大棒九天赛程 已在今天圆满落幕 期待下届世大棒 选手们能以更精彩的表现 与大家再会 SSU特派员黄韻佳 陈文如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